那么谈经济啊 这个能源博弈啊 已经是推动美欧的通胀再次抬头了 那么现在就看美国的这个加息 这个美国啊 现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连创新高 俄罗斯在冬季来临之前 已经宣布无限期禁止柴油和汽油出口 欧佩克加减产 美国原油产量达到上限 冬季需求上升 这些因素已经推动国际油价持续上涨 周三时候国际油价全线上涨 美国十一月合约 美油的十一月合约涨到了 涨了百分之三点六七啊 九十三点七一美元每头 创十三个月新高 布伦特原油十二月合约涨百分之二点一 报是94.45美元每头 美欧与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博弈 那这个大背景之下 俄罗斯必然是利用能源资源 这些优势来施压美国欧洲啊 他们的联盟 就导致国际油价大涨啊 这就使得美国欧洲通胀又再次抬头 而且不排除高通胀风险就再次降临 如果通胀倒逼美联储与欧洲央行继续加息的话 预计美欧经济还有世界经济都会面临重大风险 因此欧洲地缘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就再度要升温 从这个国际油价当前的上涨速度和涨幅来看 美欧九月份的通胀率将会回升 而这个美国当前的就业率又处于一个景气值 这就使得美联储的加息预期非常强 这个刺激了美元指数 还有美债收益率上行 但是这个影响美债收益率加速上行的因素啊 就非常复杂 这个不是咱们能够一期讨论完的 美联储如果因为通胀抬头再次加息 那么国际市场 咱们假设如果再加息的话 国际市场的风险会非常大 而且会显著的放大 今年一季度 在美联储的利率上限 咱们说是就已经有人预测5.5%了 但这一个重要的平衡区间 其实在今年一月份就已经有人预测到了 换句话说这个不是它的这个危险区 它真正危险区 有人说是奔着7去了 利率在5.5以内 欧美的还有世界的经济 还能勉强维持一个基本的平衡局面 在今年一月份就已经有人预测 今年年底要奔5.5 但是整个这一年看 其实还是维持稳定 因为这5.5还是在一个基本平衡区 但如果继续加 有人说奔着7去 那么咱们判断市场的平衡 很快就可能被打破 这就是风险 那摩根大通的首席支援官 这个戴蒙 吉米戴蒙 他就警告 他说由于美联储政策制定者 面临通胀上行 经济增长放缓前景 利率可能会进一步大幅上升 那么戴蒙就警告市场 就应该为美联储7%利率遭准备了 你看这应该是提前预警 如果是利率提高到7% 你市场后续每一个生态都有一个人的活法 这个7%的利率谁能活下去 目前美联储的利率处在5.5这个区间 5.25到5.5区间 美联储利率若提高到5.75到6 预计市场就会加速的倾斜了 随着利率不断冲击美欧经济 在年底消费季过后 那么消费开始回落 而且美欧经济开始加速快速下行的时候 美欧的货币周转率就会明显的下降 国际流动性就会快速的下滑 流动性风险就会敲响市场大门 这个时候美欧的资产泡沫就会遭到冲击 出现周期性下跌的概率就比较高了 这一旦资产进入几泡沫的阶段 那么美欧经济就会快速滑向衰退 这是由高度金融化决定的 美欧经济已经高度的金融化了 那首先这个戴蒙的警告 尽管有些夸大 但是华尔街7%估计到这个值就基本是整个市场就已经被捅破了 但是虽然有些夸张 但是华尔街大航目前的目的 他能讲出7% 目的也非常清晰了 就是保美元 还有就加速金融收割 所以戴蒙其实非常明白他要干什么 咱们必须 他们必然抛出激进的货币政策话题 然后让你们害怕 引发市场的焦虑 动荡 预期 就是利用高利率来吸血发展国家 你看把这个资金从 其实这些资金咱们之前谈了一下 这些资金应该是这些发展国家需要他们发展的资金 但是现在被美国高利率吸回美国 所以咱们讲美国这个经济叫寄生性的 吸血性的寄生性的这种资本主义 他将这个发展国家发展的资金给吸到自己这来 对吧 那这个实际美国这套玩法就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 或者是全世界全人类发展的一个障碍 这样的话 他吸血发展国家 一方面吸血发展国家 然后另一面呢 其实吸血发展国家强化美元 对吧 这是两个作用 还有什么 还有制造新危机 就是谁顶不住了 最后被吸干啊 那就爆雷 所以戴蒙的警告很强的制造危机的色彩 所以咱们说啊 可能到不了期就爆雷了 但是咱们要明白他后续啊 有可能真的是奔着这个更高的利率要去 如果美欧再次加息的话 那世界经济会变得非常脆弱 那市场要为危机做好准备了 现在华尔街这帮这个吸血鬼们已经告诉大家了 还要吸啊 尽管这个可能到不了期啊 可能到六 有可能有的就已经爆了 一旦再次爆发全球性危机 那么而且欧美啊 欧美这次连着啊 再次危机货币化的话 他再次把危机货币化转嫁 那么国际货币体系就发生地动摄摇了 这次真的没有人再会使用这些货币了 就是你每一次都将你的危机货币化转给 转嫁给通胀吧 转嫁给外边人啊 转嫁给穷人 转嫁给发生国家啊 就这玩法 那有一那有可能一场国际货币的大变革就不可阻挡了 这阿萨德访华啊 其实谈的主要的就是中国和啊 叙利亚怎么样啊 绕过美元啊 进行这个合作 这我会单独谈一下 这个非常重要 那国际信用货币体系就可能发生一场大变局 现在看的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这风险了 二战之后 他这美欧搭建的旧的国际货币体系就会逐渐的瓦解 没有不散的宴席啊 只有这个吃成猪的那位 他自己还希望这个宴席继续啊 但是现在看这里边主要变量就是一是美元国际母货币地位的重新定位 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美元这个母货币地位啊 还有就是欧元能否解体啊 注意为什么这个咱们说很多发生国家现在看就包括法国现在也已经顶不过 欧元有可能要解体 还有就是英镑与日元这国际地位啊 一定会显著下降啊 他可能就就像这个未来就可能像就像这个啊 澳元呢 江大元呢 对吧 新亿兰元就这个地位了 还有就是什么 还有就是啊 以人民币为代表的新的国际货币啊 就有可能角色会大幅提升 这就是咱们上期谈的 人币在这个未来啊 可能成为主要的世界啊 一个稳定货币啊 千万不要啊 你可以现在看一下 现在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当中的货币啊 真正能够扛住美元 这几次啊 这几次冲击的 现在看只有人民币啊 包括恒大事件 也能看出美国人在疯狂的在进行对中国金融战 这种力度现在看只有中国扛住了 就包括疫情期间啊 咱们中国都在保持啊 咱们为什么当时没有说是以这个人币结算 把这个所有的物资呢 其实就是那个时候 如果你要这么干的话 人民币值必然是疯狂上涨了 注意那个时候人民币肯定是升值了 但是人民币的升值快速升值 注意啊 是快速升值 不是咱们中国追求的 中国追求的是什么 是中国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啊 你可要你可要理解咱们央行说的话啊 说的话其实告诉你他要干什么 咱们追求币值稳定的意思就是不会暴涨也不会暴跌 所以咱们为什么啊 就是等于是变相的维持了欧美经济的稳定 咱们没有去动用汇率这张牌 因为动汇率这张牌 很多发展国家啊 他为你的货币暴涨和暴跌 尽管你暴涨 你认为你占便宜 但是很多人手里拿着人民币 他就把它变成了一种投机产品了 他也不会像说这个啊 很多啊 有信用的人 其实他的资产是平稳的 对吧 很多有信用的这些 或者是值得大家尊重的这些货币 其实都是因为他的币值非常稳定 不会出现暴涨和暴跌 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很多国家就不会再去啊 以这个人民币作为主要的储备 这等于变相的打击人民币 国际化 所以中国就采取了一个非常稳定的措施 这就是其实啊 中国和这个啊 中国和世界上各国 对于人民币汇率稳定这个问题 应该是中国给他们一个贡献 因为他们在这个混乱的全世界的各国家汇率啊 这种变化当中 发现人民币啊 发现人民币是最稳定的 那当然是要多储备人民币 这就是中国和美国金融战啊 一个核心策略 那显然未来美元欧元英镑啊 日元你看经过了大起大落啊 这种不稳定啊 就是他的避险作用已经丧失了 那真正稳定的啊 那谁现在只剩人民币了啊 咱们看欧元未来有可能要结底 美元也一样啊 美元面临的就大幅度贬值 而这个英镑日元等等 现在都已经开始动摇地位了 这世界上能够真正稳定的货币 或者说能够有独立的稳定的货币 现在看只剩人民币吧